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百五十多位唐代诗人是怎么一个概念呢 这是唐代时期全国地图 全国国土面积一千五百万平方公里 这是唐诗之路所在的浙东 面积为两万平方公里 浙东两万平方公里的面积 仅占全国一千五百万平方公里面积的百分之零点一三 而全唐诗收载的诗人总数为两千二百余人 其中有百分之二十一的诗人到过浙东 换句话说 只有全国面积七百五十分之一的浙东 却有十分之一的唐代诗人游异于此 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 江山何处不风流 为什么唐代诗人偏爱浙东 家境殊胜固然是一个原因 但更重要的是这里有着深厚的 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祭典 吸引着他们 在新昌和盛州交界处 有一个叫王寒岭的地方 山上有两个分别称作外湾和里湾的小村 十来户人家生活平静而甜淡 两村之间有一座很小的棉牛湾水库 在大多数时候 这里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没有外人打扰 但就是在这里隐藏着一个千古谜团 传说 这里是殊胜王羲之万年归隐修炼的地方 在《狼野王室宗谱》中收录了一篇 《十古山王佑军祠堂碑文》 碑文中写道 王佑军创金陵道院于寒岭 这里的寒岭指的就是今天的王寒岭 金庭山在浙江盛州 今天的盛州金庭镇有金庭冠 气势辉煌 吸引了许多书法爱好者前来参拜 唐代有一个道人陪通 在公元808年3月的一天 和几名道友游览金庭冻天 并留下了一篇类似考察报告的文章 其中提到一座小乡卢峰 王夕之家于此山书楼墓持旧旨游在 当年李白入膳寻王许 应该是能够看到这些王室遗迹的 宋朝高四孙在山路中说 去贯东十五里有大湖山 风势入云 尚有赤水丹池 又为幼君宅 这样赤水丹池就成了王羲之故宅的 一个特殊标志 由于年代久远 池水早已干涸 赤水丹池的独特景观 几乎无人见到 几年前 新昌县一名中学教师 在绵牛湾水库有了重大发现 1979年建成的绵牛湾水库 正好把历史上记载的 赤水流淌的山溅淹没 水库有一个出水的寒洞 在连接寒洞出口的水渠中 积淀了一层赤色的垢 距离水库不远的李湾村 有古寺院遗址 遗址有大量的古代碎瓦 旁边有千年古百和古山 村民远说这里就是王羲之隐居的金庭宅院所在 以王羲之隐居为代表的书法艺术 幽深险峰 被称为道教第二十七栋天 笃信天师道的王羲之 晚年就是在新肠和盛州交界处的这几座大山之中 潜心修炼 而那幅让王羲之本人都无法超越的得意之作 蓝亭集叙 一直陪伴主人走到五十九岁的人生终点 王寒岭乡渡风一带 大山绵延阻隔 山中的居民都不堪其境 纷纷迁处 也许只有王羲之这样超迈脱俗之人 以及天下第一行书这样的神品 才能和这天地造化融为一体 并且倾心自首吧 北马南州 船是古人旅游南方最便捷的工具 他们由水陆坐船赏景 水尽登山放轲 于是有了山水 山川 江山 河山这样的和尘词 在东晋市 沃州是一处烟树七米四面环水的绿洲 与天母山紧隔一条扇系 白居易在沃州山禅院记中说 东南山水月为首 扇为面 沃州天母为眉目 附有非常之敬 然后又非常之人七眼 接着 白居易列出了一份十八高僧十八名士的名单 一种文化被另一种文化所吸收 就像书写与受写那样 有一个血行选择的过程 白居易说的十八高僧是推动外来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 并推动佛教发展的带头人 而戴魁 许玄渡 西超 孙辍 谢万石 王羲之等十八名士 则都是名持后世的风流人物 唐代诗人追目尽弦而纷纷来到这里 唐才子传所在八大师僧都到过这里 引勇不绝 在全唐诗中 沃州天母一词出现的频率 竟比泰山一词还要多 有多少位唐代诗人有止于浙东 当然是重要的 但更重要的是 他们留下的这些诗 与宫廷诗 编赛诗等相比较 有怎样的特色 在全唐诗中占有怎样的地位 读一读 他们的一千五百多首诗吧 你会知道 唐诗之路的诗 是以崇尚山水自然和宗教情趣 尽情释放 舒展 张扬个性为特征的诗 台湾资深学者杨长祖教授说 在唐诗之路上 孟浩然写的诗最多 李白的嗓门最大 这可谓一语中定 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 大量写山水田园诗的诗人 而李白安能催眉折腰 是权贵 这一句横空一切的诗 不可能在宫廷中 考场上 沙场上喊出来 而只能在这天目连天 向天横的人文环境中 他的郁闷才会得到了 静静静地宣泄 他的个性才会得到了 极度的张扬 朱方的善善夜月 月在沃州山上 人归善县江边 默默黄花覆水 时时白露惊传 多么美妙静谧的景致啊 这里天高皇帝远 这里没有尔虞我诈 不必娇柔造作 他们的个性 可以自然舒展 洁尽张扬 这里有的是名利的山水 可以宜然自得地游乐 建立起属于他自己的 精神乐园 如果说唐人气高六潮 那么亲吕在唐诗之路上的诗人 毫无顾忌地写出来的诗 是最能反映诗人 精神状态的诗 刘长青的鸟道通民岭 山光洛善西 诗句中的鸟道在绘树岭 绘树岭也是唐诗之路的干线 这是一条由谢陵运开辟的谢宫古道 我们六朝先贤和唐代诗人的足迹 从前唐江进入浙东运河 过绍兴上雨 再速擅西经盛州 新昌 天台 临海 温岭 再从新昌向东行 经凤化西口到宁波 周山 于瑶 前唐江的 一条唐诗之路 真是一路山川斜亚运 在这一条路线上 唐代诗人寻找着六朝先贤的足迹 寻找着六朝先贤留下的七大文化底蕴 在东晋的时候 中国第一首山水诗就是产生在新场 作者是博道游 他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连峰数十里修竹带平津 毛刺引不见 鸡鸣知有人 接下来就是谢灵韵 谢灵韵也是现在学术界一致公认的 中国山水师的奠基人 他出生生长在新场 对后世山水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当代佛学专家汤用彤认为 中国佛教史上的六家七宗的代表人物 大部分都在新场 佛教中国化的标志就是般若学的产生 留学在梁建安王造善善十城寺十项碑中说 般若赤与香城 表叉与净土 意思就是般若学在新昌一带非常长盛 所以要造一个寺庙来做一个纪念 这个寺庙就是著名的新昌大佛寺 这时候产生一个天铁中最大师 他是第一个重牌 过去排比是很逗的 你内家七宗也是排比 但是要把它成为有系统的 有理论的这么一个体系 那就是天铁中最大师 因为天母山是传说中王母的居住地 因此成为历代求道高士心目中的圣地 读信道教的李白一生好有名山大川 从十五岁登窦团山 到六十岁第三次上庐山为止 可以说几乎越近天下名山 正是因为天母山 是中国道教巩固充实时期的中心 才会让李白多次登临 并留下梦游天母 银留别的坚固绝唱 那时候王羲之也是个代表人物 其实那书法家的很逗的 像谢安 王羲之他一家都是书法家 但是王羲之为代表人 这个书法艺术 就是我们中国书法艺术年 到这个时候一起来一个高峰 在这里 山岁画一般的来说 它是始于东京 始于唐朝 宋唐了 唐宋了 但是第一艘山岁用山岁 单程的山岁入画的 是在元家年纪 元家就是公元414年 以后这段时间里面 元家年间他朝廷里已经知道 我们这个天目实在很好 非常好 是寻仙住的地方 所以他没办法来 他请了一个画家的画 这个应该是画在哪里 他画在屯舌里 也把屯舌上面 屯舌上面有画 也认识就是第一个 所以这个是有记者的 这个画没有留下来 但是有这个记者 我们这个知分之界里面 就是熊木当中 从历史上来看 这帅目的是两个人 一个是知葛亮 一个是董西安 知葛亮我们看见 它这个风度都是好的 是占穷熊木 是吧 我们心目当中非常美好的 但是到这个知葛亮之后 那就是占岸 占岸的风流跌宕了 但是一到国家 有大事的时候 他轻轻而出 以三四万的兵力 挡败这个福建 七十几万兵力 以少顺多 之后才能 他尊敬之如 他有一次出海 做了船 王熙慈、慎、慎、慎 这些明家诸咒的船上 大奉起来了 连那个敲弓都怕了 要翻船了 他还唱歌 他为什么还唱歌 他要尊敬大家的情绪 所以这种风度 这一些东西 我们现在很多东西 被我们继承下来的 可以找到的 都要从他这里看来说起来 所以唐氏之路有这样 其他文化比喻 这个其他文化比喻 也是唐氏之路的路 递不出来的 可爱 您才也 Really 她是这样 因为我担心 被我拔下 离开 谁还要寒 她是这样 遍心 被我拔下 浙东唐诗之路 通过诗人的诗歌 勾勒出明晰的线路 但这条线路 不仅仅和诗歌有关 也不是唐代才凭空出现 实际上浙东地区 在史前时期 就留下了人类文明的遗迹 很早就被欧越人所开发 随着近视东渡 浙东地区和中国山水文学 书画艺术以及宗教的发展 产生了非常密切的关系 唐代诗人来到这里 绝不仅仅因为 这里秀丽的山水风光 浙东山川和深厚的人文底蕴 在诗人们的歌踊下 不仅更富有诗情画意 而且成为中国文化史上 永恒的风景 公元762年 62岁的李白死了 据说李白喝的大醉 庞若无人 为了捞起江中的月亮 一头扎了下去 从此再没有出来 天母连天向天横 是把五月演赤城 天台四万八千丈 对此遇到东南清 我欲因之梦无月 一夜飞渡 静湖月 天母山 因为李白的梦游 而闻名 也因此让人感觉 此山如在梦中 天母湖月